数字云 数字化转型算力引擎 本节目中国联通 独家冠名播出 中国为鲁花香 中国舆论场由鲁花5S压榨花生油 赞助播出 鲁花5S压榨花生油 去除黄区酶素技术发明专利 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好 说完了广告 马上来说一说 我们舆论场上的那些事 本周中国舆论场继续推出 中国潮玩 潮起东方系列报道 那么中国潮玩到底有多火 都有哪些潮能力呢 接下来就跟随总台记者 在北京去感受一下 中国潮玩 潮在哪儿 有多好玩 中国潮玩的潮能力之一 艺术原创力 龙年限定的这款潮玩手办了 叫做龙银献锐 是特别有咱们自己中国特色的 有这种中国元素非常浓厚的 这样的一个潮玩和IP形象 不管是设计也好 艺术也好 所有能给人内心带来波澜的这种东西 其实我们强调是 我们要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人快乐 中国潮玩的潮能力之二 技术研发力 中国的潮玩不仅坚守艺术初心 也不断在技术上精益求精 我手中的这款产品 就是由国内品牌自主研发的 机甲变形类产品 它叫做超能迪奥 它可以从这样一个小恐龙的造型 变形为一个边长五厘米的正立方体 而从初代迪奥到现在的超能迪奥 它经历了五年来的四次进阶 从初代迪奥完成一个 变形只需要大概不到十步 而完成超能迪奥的变形 一个熟练玩家也需要花上二三十分钟 那这样的可玩性就大大的增强 中国潮玩的超能力之三 品牌衍生力 中国的潮玩有着丰富多元的产业生态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国内首个潮玩行业 沉浸式IP主题乐园 在这里啊 您可以看到比门店产品放大了 好几十倍的潮玩形象 一只手掌装不下 不过呢 它们可以和您机掌碰拳 目前中国潮流玩具企业的出海之徒 正呈现千帆进发的态势 正成为世界玩具潮流的勇力主角 希望中国的人 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 一生都能有自己喜欢的玩具 希望我们的未来的玩具市场呢 能够用大用户更宽 我们也期待这趟文化出海的征程啊 能够走得更远 一路坦途 同时也期待着您的持续关注 后续我们将会推出更多精彩的内容 游子看故乡共会同心园 本周爱在中国 我们带您共同领略 红色圣地革命老区 遵义的独特风光 遵义地处中国西南地区 贵州省北部 作为红色圣地革命老区 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召开的遵义会议 成为了党的生死攸关转折点 遵义自然人文景观 新罗旗部 拥有世界文化遗产 海龙屯 世界自然遗产 赤水丹霞 与此同时 遵义还深度融入 长江经济带 粤港澳大湾区 成于地区双城经济圈 接轨一带一路 现如今的遵义 已成为西南地区 承接南北 连接东西 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 成于前中经济区走廊的 核心区和主廊道 前于合作的桥陀堡 主阵地和先行区 从本周六开始 贵州前西南和四川成都的美景 在北京四号线 大兴线 十四号线 十六号线的地铁站点 和车厢电视屏上 与大家见面 热播一周 欢迎大家乘着地铁看 爱在中国 我们再来看一下 早安中国的相关数据总结 目前早安中国在学习强活平台的 日观看量是近百万人次 多个视频的观看量超过五百万人次 有单条视频的播放超过七百万人次 早安中国在海外平台的总浏览量 已经是超过了一亿人次 相关视频在大小屏的总观看量 超过15.2亿人次 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本周早安中国的精彩奇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习典故 每天早晨七点 早安中国在中国舆论场和CTV4的新媒体端 还有学习强国 与您准时相约 欢迎您持续关注 好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一榜之舆情 一榜之舆情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榜单的第三条 额外长称将部署更多的武器应对 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 额外长3月2号表示 为了应对北约扩张 俄罗斯计划在最近设立的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军区部署更多的武器装备 另一方面的北欧响应2024演习于3月3号开始在挪威 芬兰和瑞典三国举行 来看短片 北约官网2月28号发布消息称 北欧响应2024演习将于3月3号至14号 在挪威 芬兰和瑞典三国举行 来自13个北约国家以及合作伙伴的超过2万名士兵将参加 该演习是北约坚定捍卫者2024演习的一部分 北约坚定捍卫者2024于今年1月启动将持续到5月底 是1988年以来北约举行的最大规模军演 另据俄媒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2月29号参加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时 谈几个无冲突 他称 如果乌克兰失败 我真的相信北约将与俄罗斯发生冲突 此前不久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 尽管西方国家没有就向乌克兰派遣地面部队达成共识 但是随着局势变化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美欧将竭力确保俄罗斯无法赢得这场冲突 针对西方阵营内部近来开始出现考虑向乌直接派兵的言论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月29号发表的国情资文演讲中 发出了强硬警告 普京还表示 当前俄罗斯战略核力量已处于全面战备状态 俄罗斯有能击中西方国家境内目标的武器 此间俄罗斯国防领域发展的所有计划均已落实 他举例说 俄军高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都已在特别军事行动中投入实战 俄罗斯新型可搭载核弹头的洲际导弹 萨尔马特也已交付部队 俄罗斯即将展示在战斗执行区域的萨尔马特导弹 此外 俄罗斯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 和波塞冬武器系统的测试工作也即将完成 俄罗斯冲通的一直是我们的网友最关注的话题之一 来看看网友的提问 请杜老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提问 东雪问 俄外长最新表示 为了应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 俄罗斯是计划在最近设立的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军区 部署更多的武器 普京此前也警告 是西方的威胁带来了可能发生核战争的真实风险 那俄罗斯将如何应对威胁 这个问题请杜老师移步到我们大屏幕前 来结合我们的拍点动画 给我们做一个更生动和详尽的解答 这个俄冲突两周年 然后北约北阔完成 大规模演习在周边进行 而且派兵的声音特别多 这个状态下有这么一个点值的关注 这国情咨文讲了两个小时零六分钟 这里最核心最重要的是 核武器的完全战备状态 按照俄罗斯目前所呈现出的这种能力来看 它首先列举了两种能够打穿美国西方武器的手术刀 像这个匕首和高石都在投入使用 另外又展示了俄罗斯的核优势 像海燕 博塞冬 鲍斯尔玛特 这些武器这么西方没有 如果在俄欧冲送中出现被动后果 俄罗斯将毫不犹豫地使用这些武器装备 你要算算账 七十七年以来俄罗斯周边形势最严峻 和周边国家形势紧张关系史上最高 另外你再算算账 七十七年以来俄罗斯和北约国家对抗的兵力最悬殊 现在是一比三十二 所以通过木田常规能力无法获胜的状态下 核能力 绝对能力 这是一个重要的砝码 所以下一步无论是超高升速武器装备 以及新型的核武器 都是俄罗斯与美国北约进行博弈的筹码 第二 派兵的声音特别多 26号 法国宗教马克龙说派兵 然后西方宣言打拨 然后28号 奥斯丁说 如果乌克兰战败北约 美国或许与俄罗斯发出直接冲突 这句话听起来特别的豪迈 比如说我要援助他 但实际上是在不给钱 不给物的状态下 就精神安慰 没有态度的时机 关键中间省了一句话 奥斯丁说 如果乌克兰战败 俄罗斯占领乌克兰大部领土 他才派兵 那么现在俄罗斯的占领目标 并不是占领整个乌克兰 因为经济 包括军力状态 不可能有这个发生 所以奥斯丁把一个不可能存在的前提 当成开战的前提 很显然这里面的精神捍卫效果很强 所以这个地面派兵直接接触 现在是不可能完成任务 因为第三次大战将会造成多白俱伤 俄罗斯应对方法很简单 一概是俄罗斯风格 首先两大军区要建立 你看之前冷战就有 现在通过在芬兰 包括瑞典方向新军区 强化莫斯科军区的作战能力 这样冷战期间 针对西方的部署再强化 另外作战部队要到150万 而且要从115万到150万 这也史无前例的跨越 也说美国俄罗斯目前 针对美国北约最大的扩张行动 和在欧洲冲突中最大的外衣风险 正在做最充足的准备 所以核能力 包括更多武器装备 和史无前例的原俄都说明了 最后俄罗斯应对美国西方 还有更多办法 好的 谢谢杜老师 的确最近一段时间 有关美西方包括北约 可能已经介入到了俄乌冲突 或者说未来可能和俄罗斯 要展开直接的对抗 这种说法言论也是不绝于耳 这方面我们的网友 还有什么样的提问 来看这位叫如风网友 他的提问 马克龙派兵言论之后 美国防长奥斯汀也说 如果乌方战败 北约可能会与俄方开战 那如今德军又被爆出 讨论协助乌军袭击克里米亚大桥 那北约国家实际参与俄冲突的信息 不断地释放 北约是否真的已经做好了 与俄罗斯正面交锋的准备呢 小慧老师 网友关注到的很多的细节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我们曾经网络上 有一个很热的说法 就是能动手的时候不抄抄 那么现在网友关注到的是 北约三个国家 它的这个抄抄 抄抄的背后 到底是不是能力的问题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 其实涉及到的核心 并不是三个国家 或者是北约 有没有对俄罗斯动手的能力 而是这三个国家 在抄抄的时候 很明显它指向的是 并不急于要准备 与俄罗斯大战一场 仔细来看 这三个国家的表态 从法国的表态来说 法国总统马克龙 出兵的说法 当然引起轩然大波 他的这个说法 出现的场合 是法国召集了一场 针对支持乌克兰的国际会议 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推动 对乌克兰的支持 法国要表明 自己在西方当中 所发挥的重要的作用 而与此同时 很明显这一场会议 是开给美国人看的 是希望美国政府迅速解决 国内对乌军援立法的问题 那么同时呢 也非常担心的是 随着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 包括今年大选的结果 那么美国未来原物 会出现更多的变数 所以法国在强调 战略自主等相关的 欧洲方面的准备 而另外呢 涉及到美国防长的表态 尽管说这个 如果乌军战败 那么北约可能 与这个俄罗斯进行开战 但是呢 他说这个话的场合 是他自己去参加 国会听证会的时候 如此说 奥斯汀非常清楚 这个听证会 就是一个鸿门宴 本身对于共和党人来说 是要在听证会上 来揪他此前隐瞒病情 甚至总统都不知道的 这一场住院风波 所以呢 从他本人和民主党政府的角度来说 如何来回应共和党人的攻势 那么这个时候呢 谈乌克兰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或者说是一个回击的角度 在听证会上呢 奥斯汀花了很大的天赋 来谈当前美国队伍军援的 这种必要性 其实呢 是对共和党阻拦军援那种回击 而另外呢 他谈到俄罗斯威胁的时候 在这个时长方面 在这个占据整个会议的议程方面 也在进行更有利于自己的一种设置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关注到德国 本身的相关的这个录音的泄露 机密信息的泄露 就是一次内部会议 德国与其说 讨论到的是 如何来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做导弹 来打击克里米亚大桥的可行性 不如说呢 是非常担心 如果提供之后呢 打击打不到预期的效果 无法击毁大桥 反而呢 会造成 德国本身 会与俄罗斯发生直接的冲突 被俄罗斯认为 是已经直接介入了乌克兰危机 所以呢 综上所述 我们会看到 现在呢 北约这三个国家 包括这三个国家在内 某种程度呢 是展现出了战略方面的焦虑 而他们现在的核心 是要解决 目前的困境 一些紧迫的问题 和一些长远的问题 进而呢 要对俄罗斯形成压力 但要避免与俄罗斯正面冲突 所以呢 三国的表态当中 一个核心 是反映出 现在北约对于俄乌冲突 未来走向的判断 仍然在进行评估当中 他们非常担心的是 现在的战场局势 会越来越不利于乌克兰 而这个时候 北约需要做出 政策方面的调整 可能是一个困局 那么如果呢 希望对俄罗斯形成更大的压力 尺度在哪里 如何让北约 既可以削弱俄罗斯 又保证北约自身的安全 而面对美国 这个极大的不确定性 很多的欧洲国家 也在不断地尝试新的路径 所以呢 应该说网友关注到的 多国的这种表态 恰恰反映出当前俄乌冲突 进入到一个更加敏感的阶段 那么未来冲突外溢的风险 是各方必须要考虑到的一个问题 就像您所说的欧洲多国 他们在评估 俄乌冲突走向的 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还有一个事 也是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那就是德国总理舒尔茨 向公众的透露出了 英国和乌克兰的 一个秘密的关系 什么关系呢 来看一下短片 俄罗斯国防部3月1号发布消息称 俄导弹部队当天在普略谢茨特发射场 进行了搭载可分离弹头的 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训练 导弹顺利击中 位于勘察家半岛的 靶场的指定区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特发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特发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特发射 战场这个局势的变化 在普京总统发表完 2024国庆咨文之后 双方的攻防重点会不会发生变化 这也是我们网友比较关注的话题 来看一位叫小石头的网友 他的提问 俄军称挫败了乌军 对俄境内实施无人机袭击的企图 那乌军是想把战场 拉到俄罗斯境内吗 而且乌克兰官员担忧 俄军近期的攻势将会进步加强 并在今年夏天突破乌军的防线 接下来双方攻防的重点会在哪里 其实是三个问题 对 战场上的形势 唐老师 从现在来看的话 乌克兰继续使用无人机 对于俄控区的一些目标 以及俄罗斯境内的目标进行打击 但是力度明显地下降 跟去年比来说的话 它这个袭击的批次明显减少 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其实俄军的正面战场 特别在2月18号 阿富杰伊夫卡争夺战结束以后 攻防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 那么乌军即使从哈尔科夫到赫尔松一线 完全实现了转入阵地防御的这种态势 那么主要原因我们都知道 一个是缺少兵源 第二个缺少武器装备 那么去年6月份乌克兰发起了 所谓的春季攻势 那么整个一个主攻方向是在扎布罗尔和顿尼斯克 这两个州的交界处 那么它也曾一度突破了俄军的前沿阵地 但是很快被俄罗斯的军队一堵了回去 其实如果看一下两年的冲突下来 乌克兰的兵力消耗非常之大 现在征兵率 那么按照有关方面统计 从18岁到60岁适合于参战的这些公民 那么征兵率达到30% 就100个人当中有30个人已经送到前线 所以你看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可以在前线看到 乌军的很多上了年纪的老战士 那么甚至还有女性 那么怀孕的女兵在前面打打杀杀的 所以它没有兵力了 没有兵源了 那第二方面没有武器装备了 所以阿布奇伊夫卡来看的话 为什么撤出去 那么它就是面对着俄军强大的攻势 当时在这个地区有乌军1万多人 但是俄军动用了6万多人 一下就压过了 所以他不撤出去的话 可能就会被包脚 就会彻底歼灭 那么从俄军来说的话 现在应该说兵强马壮 我们现在看他的公布的消息 原来俄军在前边参战的 就一线阵地参战的注射人员 可能是三个月一轮换 但现在降到一个半月 就是他的兵源非常充足 那么弹药现在也比较充足 所以俄军来说的话 在接下来应该说会进一步强化 他的这种攻势 那么下一步往哪方面发展 我觉得两个层面 第一个从政治外交层面来看的话 可能会加快 这个遵促有官方回到谈判桌上 因为我们都知道 普京可能很快回到 阿尔多安那边 就是土耳其那边进行访问 那么他访问不光是加强 俄罗斯和土耳其关系的同时 他也希望土耳其能在回到谈判桌上 双方谈判当中 能够回到原来的位置上 所以这是一个 我们似乎看到了 和平谈判的曙光 就是把俄罗斯和乌克兰拉回来 拉到谈判桌上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 我觉得俄罗斯的作战目标 就是完全实现 他所谓第二阶段 特别进行动的目标 就是实现对卢干斯克 顿尼斯克 扎波罗勒 赫尔松 这四个州的完全控制 因为在2022年9月份的时候 俄罗斯已经把这四个州 纳入自己版图 通过立法的形式 那么他现在如果说实现了 对于这四个州的完全控制 再加上克里米亚 那么作为告一个段落 第二阶段特别进行结束的话 我相信 那么就会形成一种僵持状态 双方都打不动了 都不想往前打了 所以这个时候 攻防可能会停止下来 那么接着就可能回到谈判桌上来 进行一系列谈判 的确这场俄乌冲突 能够打到两年多的时间 乌军能撑这么久 而且还能发起反攻 是得益于美西方的支持 表面上看提供的是武器装备的支持 但是最近提供更多更全面 更多方位的这种支持 各种说法是满天飞 这方面我们的网友有什么样的提问 是的 外媒的两则爆料 也是引起我们网友的关注 是关于英国和德国的 我们来看小小少年他的提问 他关注的是这个爆料 外媒爆料说英国军人 帮助乌克兰发射导弹 英国国防参谋长 还帮助乌克兰制定黑海战略 为什么英德近期都是如此的 积极支持乌军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 乌克兰军队近期还频繁地 击落了多架俄战机 这背后是否也是西方在支持呢 卢老师 最近美国向乌克兰援助正在下降 但西方国家 你看英国 德国 法国都争先恐后 而且唯恐自己落在后面 特别是这个德国总理舒尔茨 还去揭发英国 第一呢 他帮助乌克兰发射导弹 第二呢 还帮助乌克兰制定黑海计划 所以传承了 包括司令被攻击了 都是英国人 在这个乌克兰的功劳 也说明目前 在美国这个援助 出现问题的状态下 西方国家两个心态 第一呢 接棒 比如说这个美国不援助了 现在法国马克罗派兵 然后德国军官在讨论 如何打掉克里米大桥 而且俄罗斯不知道 另外呢 像英国还帮助制定计划 也说明呢 在这个美国援助下降状态下 都在表现存在感 所以通过这点呢 说明目前在欧冲的背后 这个北约 主要国家的作用 如果还不容小事 另外呢 通过这些援助呢 可以让整个冲突得到这个延伸 因为现在无论是制定战略也好 对各类目标进行攻击也好 都是引发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 报复的逐渐升级 你像击落各种飞机 打掉各种舰船 双方报复行动 有可能达到新高度 那最近的确呢 俄罗斯在黑海和天上损失特别大 像R505机两架被击落 另外这个西方说来说 一个月苏34战斗机 话称是这个炸弹卡车的重型舰机机 一个月被击落了13架 也说明目前西方国家 包括这个舒尔茨所说 那个英国参谋长 的确呢 在帮助乌克兰 把这个导弹射服技术 然后呢电子欺骗洋动技术 正在实战中使用 如果下一步 进一步在这个空中海上 通过非对称作战的方式 取得更多战国 这样呢 它在这个不同方向上的 战国将会逐渐增加 所以总的判断呢 目前在英国美国 包括其他国家的策划下 瑟尔斯蒂那个通过战术解决问题 通过战术解决战略问题 正在成为现实 的确呢 我们的网友啊 对俄欧冲通的是非常的关注 但是和中国的国家利益 直接相关的事件 才是我们的网友最最关注的 我们来看一下榜单的第五条 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谋旅 组织开展 晝跨晝夜飞行训练 近日呢 非美在南海动作频频 中国国防部表示 中国军队严阵以待 坚决反制南海侵权挑衅 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近日 非美在南海举行联合海上军演 联合空中巡逻 中国人民解放军 南部战区同期在南海 组织了海空兵力巡航 非方声称不会在海洋主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国国防部的表态已经非常明确了 对于一切侵权挑衅行径 中国军队始终严阵一旦 等等来给我们推送一下网友的提问 确实我们看到菲律宾最近不断地发起挑衅的动作和言论 那有的网友呢对此也做出了一些全面的总结 也请我们的嘉宾对此来回应一下 恼人的秋风专门艾特小灰老师 他问首先说了一个事实 就是非驻美使馆发言人近日宣称 现在南海是燃爆点 那对此呢中国驻飞使馆发出了六连问进行回击 可以说是具具切忠的要害 那专家怎么看呢 非美近期频繁地挑衅搅局南海有何目的 那此次南部战区海军组织的演习 主要演练哪些内容 三个很长的问题 刚才端端说是切忠要害 确实我们会看到六连问 上来问的就是谁在搅动南海 那么谁在不断地散布中国威胁论 那又是谁呢拉帮结伙在搞阵营对抗 其实呢应该说这三问某种程度也是在提醒菲律宾 菲律宾的相关的表态 以及菲律宾的政策选择 那现在呢已经出现了偏差 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结果 网友也关注到 确实是菲律宾驻美国的外交官 在这个南海问题上发声 所谓的燃爆点这个说法呢 是很有刺激性 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势 为什么是驻美的外交官发声 很明显现在美菲之间在南海问题上 是在加强所谓的这种配合 尤其是从菲律宾的角度来说呢 是不断地希望能够拉近与美国之间的关系 但是中国提示菲律宾 对于包括菲律宾在内的域内国家来说 这并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反而呢是域外国家在不断地搅动南海局势 而从美国的角度来说 显然这个域外的国家 是有自己的战略的算计 是有自己的战略意图的 其实我们观察美菲之间的关系 从这个马克思政府时期 美菲之间的这种军事同盟关系 在不断地加强 而这个时候很明显在南海的问题上 美国对菲律宾的这种所谓的支持 是刺激了菲律宾的投机心理 比如说涉及到 我们一直关注到的南海的一个热点 仁爱礁 那么去年8月份的时候 菲律宾呢 试图向仁爱礁运送建筑材料 来加固坐摊的军舰 当时呢中方是进行了阻拦 而且呢也向非方进行交涉 这个时候呢 菲律宾方面本身是理亏的 因为此前非方是有 要拖走坐摊军舰的承诺的 但是此后我们关注到 美国可以说是第一事件立刻发生 声称呢 美菲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 是对菲律宾的支持 共同防御条约是覆盖南海的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观察到的是 菲律宾总统马上发声 说此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方也有相关的行动的准备 维护南海的和平和稳定是我们的目标 维护主权权益同样也是我们的目标 对 刚才呢您提到了个别域外国家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哪个国家 这个国家呢不仅搅动南海军事 而近期呢也和日本的陆上自卫队 大搞所谓的夺岛演习 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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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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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此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 有关国家间的防务合作 不应针对第三方 更不应拿中国说事 而刻意寻找借口 渲染局势紧张 制造对立对抗 中方敦促日方 深刻反省侵略历史 停止在台湾问题上制造时端 有关台海方面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有什么样的提问 有一位网友关注的就是 台湾当局最近的一些错误的举动 也请我们的专家来分析一下 清伦他问 台湾又要向美国采购500枚毒刺导弹 能起多大作用呢 国防部严正表示 以武谋独指会将台湾推向 极度危险境地 台当局为何一再的执迷不悟呢 唐老师 确实这次应该说是台湾当局 继续向美国增购 毒刺防空导弹 2019年之后 台湾当局已经开始 从美国采购这样一型 单兵防空武器 因为我们都知道毒死导弹呢 它是在上个岁70年代之后 由美国陆军和美国陆战队 共同采购的这一型 可以扛在肩上只有15公斤 那么它的射程呢 是5公里 射高呢 3000米 那么这样一种 这个武器系统来说的话 对于台湾当局 这么大量的采购 苏千枚这种采购价格来说的话 我觉得它有更多的这个打算 它不光是提升台军的 防空作战能力的问题 它更多的是借此 来向美国交保护费 因为我们都知道 美国现在从台湾地区 这个所要保护费 现在已经到了明目张胆地步 比方说去年的5月份 美国25家大的军火公司 包括洛西特马丁公司 那么组团到台湾 推销它的武器系统 所以从台湾当局来说的话 它也投其所好 因为这种交保护费 可以紧紧地把美国 拉在台湾这一边 让美国来给它站台 而美国来说的话 它有更多自身的考虑 从现在来看的话 美国售台武器 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 比方说从数量上 那么大量的先进的武器 装备都过来了 比方说一下子的 像台湾出售108辆 M1A2主战坦克 还有大型火炮 还有这种独自防空导弹 为什么 它就是希望能够 把大量的重装备 预制在这个地方 因为很多重装备的话 一旦在西太平洋地区 有冲突 它不单单是台军可以使用 美军也可以调走的 这是一个装备预制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 其实还是在这个地区 把台军整个一个 纳入到美国的西太平洋作战体当中 因为我们现在看的话 美国向台湾出售的武器系统 基本上都是美军 或者是美国同盟国 像日本的 像澳大利亚这些国家 现在一线部队使用的 武装备 像独自防空导弹 就是现在美军 现在使用的 那么F-16V战斗机 也是美国空军 现在使用的 包括日本作为队 也在使用这样一些武装备 什么意思 就是他现在已经把台军纳入到整个一个 他的整个指挥体当中 一旦这个地区有战事的话 台军完全可以受制于美国 所以参与民当局 现在就死心塌地地 抱着美国大腿 要以武谋独 同时也依靠意外势力 来实现独立的这种梦想 这种图谋 所以从受台武器来看的话 我们值得关注的一点 就是美国现在加大受台力度 不管是质量还是数量啥 那么台湾当局 其实也是借着这样一个机会 来把大量的岛内纳税人钱 交给美国 实际上就是交保费 所以这种军售来说的话 它肯定会破坏两岸的关系 破坏台海地区的稳定 所以说美国不断地搅动台海局势 而无独有偶 日本现在也在台湾问题上 是挑起一些事端 那么这方面 我们的网友有哪些关注点呢 我们的网友其实关注的侧重点 是在于日本 日本为什么屡屡在台湾问题上 开始跟着美国抱大腿搞事 居心何在 老陆问 日美今年的铁拳联合夺岛训练 有哪些不同寻常之处呢 这个训练现在仍在进行当中 那日本炒作所谓的 应对台海危机的 居民疏散计划 它老在台湾问题上制造事端 安什么心呢 杜老师 这个铁拳呢 严厉了很多年 但是今年和晚年相比呢 有三个区别 第一是这个人多 之前是一个自卫队 对着美国一个军种搞演习 今年呢是日本三个自卫队 再加上美国的第七舰队 海军轮队 包括其他兵力 也就是说呢 驻日美军全部参加 日本自卫队全部参加 所以从整个军种数量 包括这个覆盖面上 现在呢是规模最大一次 第二是地广 像之前演习一个点 然后蓝一个带 现在是在日本全境搞演习 所以这个演练行动呢 跟之前的某个点位的演练行动相比 它这个覆盖范围明显增加 另外就是针对性强 你看这次演练行动 基本上把中国当成假想敌 而且拦截中国俄罗斯导弹 所以从这次演练行动来看 它跟着实战两个字特别接近 所以这个训练跟实战的间距最小的一次 台湾问题方面 日本的这个做法 现在两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呢是制造混乱 如果说撤侨啊 包括其他的这些活动 已经列入计划 说明两个关系特紧张 明天就要打起来 这是美国包括台湾 最想干的一件事 如果这件事情被炒作之后 那说明呢 目前在中国周边 很多因素并不稳定 这样对于恶化中国周边环境 会产生严重影响 第二是制造借口 如果真的需要撤侨 它需要这个海空兵力投送 需要远距离的输送 需要各种护航行动 实际上呢 它也在为自己的舰队战机 包括这个作战员 这个接近台岛在做准备 如果下一步把这个撤侨 这个想法变成演练行动 那么针对台湾岛的战略投送 兵力掩护 包括打击行为 有可能会被纳入其中 中国为鲁花香 鲁花5S压榨花生油 去除黄区霉素技术发明专利 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滴滴鲁花 健康万家 幸福全家 接下来进入 由鲁花5S压榨花生油 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络板块 热点全网络 我们继续来看 本周大屏当中展示的一些热词 那我们会看到 以非常大字这个形式展示的 除了鸿海危机之外呢 还有巴以冲突 那这个其实他们是一脉相承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巴以冲突仍然是属于 本周关注度非常高的话题 那关于巴以冲突的最新情况 我们先来看 总台主耶路撒冷记者 王寅稍早前发回了报道 本周在加沙地带 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事 那就是2月29号 加沙地带北部的 领取救援物资民众遭袭事件 截至目前 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的通报 该事件已经造成了 118人死亡 760人受伤 并且由于当地的救治能力有限 伤亡人数恐将进一步的增加 目前对于这件事 以色列和哈马斯坚各执一词 以军坚称没有向救援车队开枪 民众的死伤主要是 踩踏和车辆碾压所导致的 并表示会再一次的 公布事件的详细调查结果 而哈马斯却称 以军的言论是在撒谎 当地民众的伤亡 都是以军的子弹跟炮弹造成的 就在各方都在担心 这次事件会否 对当前正在进行的 加沙地带停火谈判 来造成影响的时候 2号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 就在今天3号将在 埃及首都开罗重启新一轮 加沙地带停火会谈 此前各方已经在法国 巴黎和卡塔尔多哈 就此事展开过两论讨论的 消息人士称 目前各方已经就 停火的期限和 交换被扣押人员仪式 达成了一致 但是协议的最终达成 还需要各方就 以军从加沙地带北部撤军 和允许民众返回 加沙地带北部达成一致 以上就是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报道 的确就像我们前方记者所说的 这轮的巴黎冲突 已经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和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那么这方面我们的网友 有什么样的提问呢 网友这一周比较关注的 就是停火协议的签署的动向 我们请唐老师来看一下 珊瑚这位网友给你提的问题 外媒称哈马斯在谈判中 向以色列提出条件 可能让加沙在24到48小时之内实现停火 能够达成停火协议吗 这可能吗 以军方的消息人士说呢 对加沙地带的全面清理行动 可能至少还要持续两年 真的会这么久吗 两个问题 24小时或48小时能不能实现停火呢 只要看哈马斯和以色列呢 能够达成什么样的妥协 因为我们都知道 从哈马斯本身来说的话 经过了接近五个月的这种跟以色列之间的这种较量呢 显然它处在一种非常不利的地方 特别是我们看到以色列国防军呢 已经实现了对加沙地带大部分区域的控制 那么现在主要是把巴勒斯坦人挤在北边的这个狭带区域和南边的狭带区域 所以现在以色列国防军呢 它主要作战任务呢 就是实现对加沙地带的全面控制 特别对拉法地区的控制 为什么现在这两天不断地出现这个停火谈判的这种这个消息呢 我觉得各方面原因都在 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地区如果说发生这个大规模的地面交战的话 那么在拉法地区的这些平民百姓呢 可能遭到森林涂炭 因为在这个地区呢已经压了140多万人 那么狭带这个区域一发炮弹下来的话 可能就砸死很多人 那么这是一个重要考虑 所以从人道主义这个考虑来说的话 国际社会同样也在加大这个外交握线 包括美国拜登政府呢 也在不断地劝以色列实现短暂停火 从而呢保证加沙地带这些这个平民百姓呢 能够撤出交战区 这是一个大的背景 那么从以色列方面来说的话 我觉得它不实现对于拉法地区的完全控制呢 我相信它不会收手的 像这个上个月25号 我们看到以色列国防军呢 已经向政府提交了拉法地区作战计划 就是把地面部队派进去进行 在这个地区的完全控制 彻底消灭哈马斯的这个武装力量 因为从以色列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地方至少有四个营的 哈马斯的武装力量存在这个地区 所以它最后一战的话 它肯定要把这个推行下去 那么现在实现短暂停火呢 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是呢 如果说实现永远停火的话 我相信现在条件呢 还不具备 毕竟呢 以色列还是要霸气场 这个作战行动呢 推进下去 以实现对于 对于整个加沙地带的控制 但是这种控制来说的话 你只能从肉体上 消灭哈马斯的抵抗 消灭哈马斯的武装分子 但是你怎么样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比方说 怎么样解决巴勒斯坦人 它的生存问题 那么怎么样解决 巴勒斯坦人内心里 这种这个深深的仇恨 这都是不是说 你从肉体上 消灭了对手之后 能够实现这些目标 的确呢 现在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 已经是非常的严重了 联合国的最新数据 说现在在加沙地带的死亡人数 已经超过了三万 那前两天呢 美法等五国呢 向加沙地带的投放 空投了一些援助物资 但此举好像并没有得到 国际社会的这个认可 反而说其实美国是造成 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危机 如此严重的 以色列的帮凶 对此你怎么看 我们观察当前 巴以冲突的发展态势 尤其是观察美国方面的立场 最近有一些人 注意到一些细节 您提到的 美国方面在空投物资 来进行这种人道主义救援 那么同样涉及到 刚才滕老师所提到的 巴以双方临时停火协议 在谈判的过程当中 好像美国也在不断地催促 那这个时候呢 似乎有人认为 美国在试图来发挥一定的作用 来恢复中东地区的和平 但是呢恐怕呢 美方的意图是这个背道而驰的 或者是说呢 美国有太多的自己的算计 美国现在更多的是 急于要减轻自己身上 所面临的压力 包括内外的压力 同时呢要试图维系 美国整体的中东战略布局 说到美方的压力 人道主义危机 当然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刚才记者提到的 在加沙城发生的惨剧 惨剧发生之后 多方都对以色列进行谴责 但是这个时候 美国的表态 是先要了解情况 仍然对一方进行偏袒 那么美方空投物资 某种程度就是背水车薪 或者是说呢 以这样的一种姿态 来表示自己 对人道主义问题的关注 涉及到停火协议 当然在过去的一个多月当中 美方呢 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但是涉及到临时停火协议 很明显 美国希望的是回应 美国国内 对于被扣押人员 释放问题的一些关切 某种程度也是回应 阿拉伯裔选民 他们的一些想法 而另外呢 对于拜登政府来说 现在非常担心的是 如果冲突继续延续 是有这种扩大的风险 所谓的临时停火 拜登说 如果不停火的话 那么以色列可能在下一阶段 针对黎巴嫩境内 开辟一条新的战线 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所以美国催促临时停火协议 也有阻止以方 进一步的开启行动 或者是说呢 也借机对哈马斯进行施压等 对伊朗进行信息释放的 一系列的这种手段和目标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 美国的整体的 中东战略布局是收缩 是希望从中东继续延续 这种收缩的态势 让这个以色列能够发挥 更多的对伊朗的牵制作用 能够让这个中东地区 牵扯较少的美国的精力 让美国把更多的精力 转移到亚太地区 所以从根本上来看 美国并不是要 从根本上解决 巴以冲突 巴以矛盾 而是希望能够使自己的 战略布局更多的符合 美国大国竞争的目标 对 所以说让加沙地带 的人道主义危机 不再恶化下去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在加沙地带 实现全面长期永久的停火 而且是越早越好 好 我们再来看大屏中 展示的另外一个 本周的热词 就是红海危机 那巴以冲突不见和平的曙光 红海危机也是仍在上演 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美国中央司令部3月1号称 美军当天对一枚 胡赛武装发射的 地对空导弹进行了打击 该导弹当时准备 向红海发射 此间一天 美军在红海南部海域上空 击落了一架无人机 并向6枚准备向红海 发射的反舰巡航导弹 发动了两次打击 当地时间2月29日 野门胡赛武装领导人 发表讲话称 在过去几个月中 胡赛武装一共袭击了 54艘与以色列 美国 英国 相关联的船只 并向以色列本土 和海上的美英乙 三国目标 发起了384次导弹 和无人机袭击 野门胡赛武装领导人 还表示 只要美国继续支持以色列 并对野门实行敌对政策 同时以色列不停止 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胡赛武装就将继续军事行动 并且有能力发动 让所有敌人 都意料不到的袭击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 今日在鸿海上空 还险些发生一起 无人机误击事件 2月26日晚 德国黑森号护卫舰 发现一架未知来源的无人机 向本方靠近 在与美军沟通无果后 黑森号随即向目标 发射了两枚标准二防空导弹 但导弹均出现技术故障 德军事后了解到 这架无人机 是美国MQ-9死神无人机 当时正在鸿海上空 执行一项独立行动 由于某些原因 没有打开敌友识别系统 另据彭博社近日报道 美军中央司令部首席技术官 斯凯勒·摩尔证实 美军2月对中东多个地区 实施空袭前 曾使用人工智能系统 帮助确定打击目标 值得警惕的是 美军正在将AI与机器人 飞行器隐身等技术相结合 打造更为先进的武器装备 有分析认为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 无人机将不再局限于 单纯的辅助辽机 而是会拥有和有人驾驶战机 一较高下的能力 实现全无人机作战 好 时间关系呢 我们请杜文龙老师 给我们回答最后一位网友 他的提问 其实就两个关键词 一个就是最近 德国物机美国无人机事件 暴露出哪些风险 另外还有美媒说 俄冲突是第一场AI战争 怎么看 这次打击行动呢 很尴尬 第一是美国没开机 另外是德国没打招 在红海上空 搞了一个所谓的双簧游戏 两个问题 首先呢 是美国和其他国家 配合并不完美 这个在海文战争 包括伊拉克战争中 都有海文战争 这个美国艾部导弹 打掉了这个英国的狂风战机 像这个伊拉克战争 自己的F-16F-18战机 竟被这个导弹击落 现在呢 如果通过这种所谓的关系呢 也基本上没有调整完毕 如果下一步不开机 面临这个其他国家 防空武器装备的问询 依然会成为攻击目标 第二呢 好像西方武器装备啊 没那么高端 你像美国到处卖武器 卖给英国的三叉截二第五 出去以后呢 就掉海里拉 58吨的大家伙 差点砸着自己的 这个防空大臣 另外这次 英国军舰装的B-2导弹 是美国出口 所以这种武器装备 并没有在实战中 表现出非常优异的性能 所以这一点都说明啊 美国像其他出口武器 有可能真的不是很高端 的确呢 在加沙地带战争形态 中的转变 像在之前的什么海文战争 伊拉克战争 那是精确制造武器战争 另外到了这个阿弗汉战争 包括纳卡冲突 和欧洲的无人机战争 现在加沙冲突 好像进入到了AI时代 如果通过这AI 寻找这个定点 进行各种打击行动 很有可能战争形态 会发生大的调整和变化 好的 非常感谢 进入广告时间 联通云安全数字云 数字化转型算力引擎 本节目由中国联通 独家冠名播出 节目最后呢 还是要给大家预告一下 中医记者何志玲 和我们的本台特约评论员 苏晓辉女士呢 将会在接下来的30分钟里 和本栏目的同名的 微信公众号 视频号 抖音号 以及央视频APP上的 进行直播 解答网友的问题 分析本周的热点话题 也期待着您的互动和参与 特别要告诉大家的是 今天直播间 我们会有很大的惊喜 送给大家 送出中国最佳文旅酒店 上海大船酒店 家庭免费住大床房券 还有南京银杏湖乐园门票 期待您的参与 另外我们还会给大家 带来更多 《早安中国爱在中国》的 精彩内容 好 赶紧拿出手机 继续参与我们的直播活动 本期大屏直播就到这里了 感谢收看 再见 再会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